早安各位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非常忙的一天 因为晚一点我就会帮Ariel 放一个派对 就会在我家这里 大概会有40人会过来 然后很多东西要准备 前两天已经开始准备了 大部分的东西都会叫到 但有一小部分的东西是我们自己住的 所以都要准备 转头我就要出去帮她拿她的蛋糕 我订了一个很漂亮的蛋糕 希望她喜欢 昨天就学校派对 所以这几天都真的非常忙 我昨天学校派对 今天就在家里的派对 然后后天呢 就是跟她 父母出去吃饭 的一个 not really a party 我自己喜欢这一天 但是都很多蛋糕 每一天基本上都好像吃很多蛋糕 我觉得自己都肥了 但是我现在就喝一杯柠檬水 将会喝一杯柠檬水 每一天我都一定要喝一杯柠檬水 如果不是呢 我就能不能活动 所以柠檬水对于我来说 这么多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 因为我觉得每天早上 我们如果帮自己的系统 去喝一杯柠檬水 那一天我们就算吃柠檬水 也不错 所以我是一个很肯定的 去喝一杯柠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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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每一个星期一 都只是吃素 只吃柠檬水 那我有一些朋友问我 你是不是因为信佛 等等 其实不是的 是煮的 是因为我觉得 每一个星期你吃一天柠檬水 不太多而已 而你吃完那一天 你是完全觉得自己 是好像 refresh了整个身体 坦白说 一天其实我觉得 不是说十分够 但是也比没有 我都要遷就回我的生活 因为很多时候 我都没办法 都要出去应酬 出去吃饭 所以我觉得 一天都是一个 good stock 你叫我 天天 基本上 都 现在来说 是 没可能 因为很多 很多 很多饮酬 很多饭 很多活动 我出去的时候 我无论说 不好意思 我常常吃素 然后别人给我 然后我又不吃 是很 没有礼貌的 整件事 所以 我就不会这么做 所以 多数我星期一 除非是一些特别活动 我都尽量 在家里吃 因为我可以控制自己 吃些什么 因为能够出去 就难一点 对 那说回 ERIC的派对 我们一会儿 就叫了很多不同的 食物 因为我喜欢 有各种食物 有人喜欢吃 生意 鱼生 或者寿司 但有部分的人 喜欢吃熟食 所以我们 什么都叫了 熟食也有 生意 也有 叫了很多 蠔 因为我有位朋友 他就是开一间餐厅 而他其中一样最出名的东西 就是那些蠔 所以我 没试过 我第一次叫回来吃 我有去他那间餐厅吃过 那些蠔是真的不错的 但是叫回来 我就有少少 不太确定 应不应该叫 但是 如果它包得好 他放很多冰 放很多冰 包住 生蠔 我相信 都应该会 保持到 它的清新 Ariel 那几天就 租了两岁 哇 时间真的 很快 我都希望 每一年 都可以 放一个 生日派对 给他 现在 他还这么小 我觉得 在家里 做一个 生日派对 是可以的 但是当他有 我想 四五岁 开始有 朋友仔 而 开始 那个岁数 四五岁的时候 开始活跃的话 我就不会在家里 逛街 是会 出去 因为我真的不想 那间屋被 那些小朋友 反转了 然后 就需要很多时间 你收拾残局 尤其是我 这里 好像这里 后面有一些 art pieces 我不想 被他们 弄坏了 那所以 暂时 是还可以的 是可以 放一些 小朋友的 派对 但是 过两年 我就 不敢说了 我都很希望 每一年 可以放一个派对 让他 有一个 开心点的 童年回忆 我晚一点 就不会穿这条裙 我是纯粹 试一下这条裙 有多舒服 因为 刚刚买了 没多久 暂时 都觉得 挺舒服 晚一点 我会穿 其他颜色 应该会穿白色 因为我有两条 我想不太清楚 我还没决定 穿哪一条 但是 两条都是白色 想选一点 我不是穿这条裙 所以我自己 都很喜欢这条 新买的裙 尤其是这条裙 我觉得很漂亮 很滑 很滑 去了 pick up area 的生日蛋糕 是不是很漂亮呢 so nice 我的朋友都生 这些是我们 做的东西 其他就是全部 叫都会 好啊 功夫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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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是不是吃吃啊 好啊 好啊 吃吗 不确 wit 吃嗎 吃不吃啊 吃 拆掉了礼物 在里玩着呀 哇 ть association 你喜不喜歡這些禮物呢Ariel 你開心嗎 Ariel 開心嗎 開心 是呀 忽然間感覺到一片寧靜 剛才我的朋友和家人全部都走了 Ariel現在睡著 很晚睡覺 哇 真的辦一個派對也不太簡單 有點累 但是 也還好 因為我剛才餐廳大約40多人 所以其實 也有很多東西要準備 幸好我們的Balloons 是全部人幫我們做 還有食物大部分都是 而是買回來的 只有 剛剛試過給你們看的 兩隻燒雞 還有 那些肌肉是我們自己做的 之外 其他都是 叫到會 現在我就要 休息一下 去洗澡 下了我的妝 然後去收拾殘局 最後呢 在這裡想多謝 所有你們的禮物 的祝福 多謝所有 剛剛出席的親朋好友 Thank you 你們 全部收了 Thank you 有Chris But 7月 7月有什麼 有Summer Sale 然後 就不小心 又買了一大堆東西回來 但是我是 但是很老實說 我是都挺 aware 我買的東西 我不是真的 因為它減價 我就亂買 我是真的 有用 或者覺得很美 我才會去買 那我一會兒說的 有些東西 其實有大部分 一大部分 有一半一半 部分的東西 是沒有減價 但是我都買了 因為我覺得 咦 我會 可以用到 可以穿到 所以我就 去了 買它們 那有一部分 就是 Because of Sale 那Sale也是 對 我自己試了 然後覺得幾好 OK 所以我就 買了 那我今天會 feature 那我今天會 feature 不同的品牌 一會兒 會慢慢和你們 說 那全部都是 不是贊助的 所以 真的我自己 試了 或者我本身 很喜歡那個品牌 或者我試了 他們的衣服 覺得是漂亮 然後我就 和大家一起 分享 那 好了 首先 我要想想 從哪裡開始 那不如 開始了 一些 不是我自己的東西 先 那 7月 大家都知道了 Ariel生日 月 也是我 很多 家裡 其實 我所有 最親的家人 的女性 全部都是7月生日 我媽媽 我姐姐 我的女兒 還有我的 兒生 是不是叫兒生女 就是我姐姐的女兒 她們全部 都是7月份 寶寶 來的 全部都是巨蟹 寶寶 來的 所以7月 其實真的 一定要買東西 我一買開東西 是不是也要買給我家人 有時候就不小心 我看到 有夏天市場 她在逛街的時候 看到 有東西減交 或者 走走走走 有些適合我的東西 不小心又買了 其實我還有很多 我買了給Ariel的東西 我已經拆掉了 所以我就 今天不會跟大家說 但 我就不會再跟大家 我免得又炒出來 再說 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但 我首先 說一下這個 這個是 JUM UMJr 這份禮物 其實是Ariel的姑媽 買給她的 因為她說 上次我不是 幫Ariel教了生日派對 在家裡 她說 因為太忙了 沒時間買禮物給Ariel 不如索性 帶她去買禮物 她很想買衣服給Ariel 我們去了 UMJr 那裡 就拿了 兩件衣服 一起看看 你是不會相信 一個剛剛轉 兩歲的小朋友 有 這麼有主件 這兩件 都是她自己選擇的 我們 叫那些銀行 展示幾件 然後給她選 她就選 而且 很肯定地去選 她喜歡的東西 她不是說 有喜歡這個 有喜歡這個 因為她再小一點的時候 你給 兩件或三件 給她選 她會選完這個 再選這個 沒有選過 但是她現在 就很肯定 可以告訴你 嗯 我喜歡這件 然後這件 然後再換一批 她會選到 所以我覺得 真的好像會選 很難的 所以真的 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 很厲害 為什麼 開床冷氣 也這麼熱 這段時間 真的熱得飛氣 不停地出汗 OK 我給大家開來看看 Ariel選了什麼衣服 兩件都是同一個牌子的衣服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Instagram 有一天我展示了給大家看 因為我錄了Ariel選衣服的過程 或者十幾秒的影片 在我的Instagram IG stories 那裡 如果你們有看到我的IG stories 那你會見過一件 但是另外一件 大家應該不會見到 大家應該未見過 因為我沒有投稿過在上網 因為我沒有投稿過上網 OK 那我投稿給大家看 第一件就是這件 很可愛的Moskino T-shirt 它是黃色 有很多Moskino 最經典 最標誌的 屁屁熊 大家看不看到 看不看到 是真的超級可愛 那個姐姐選了這個 然後選了一個藍色 和一個灰色 他就拿了這一件 他自己選的 他就選了這一件 首先他就是一個 非常喜歡黃色的 一位小朋友 OK 不好意思 我真的要轉大一點的冷氣 因為我很少 大家等我一下 今天有很多東西 展示給大家 我買了很多東西 我發現自己 有兩個時間 是買得特別多東西 第一個 就是Summer 第二個就是Christmas 我今年其實也不算 我覺得自己也挺奇怪 今年不算買很多東西 因為我本身 我起出一個New Year's Resolution 就是不讓自己 買那麼多東西 要減低我買東西的次數 因為有時候真的買買買買 買很多東西 但是很多其實都未必真的有用 那我的人越大 就越想做Minimalist 就不想家裡有太多東西 我寧願少一點東西 但是每一件東西都是 比較有Quality But 7月 7月有什麼 有Summer Sale 那就不小心 又買了一大堆東西回來 但是很老實說 我是都挺 我買的東西 我不是真的 因為它減價 我就亂買 我是真的有用 或者覺得很美 我才會去買 那我一陣子說的 有些東西 其實有大部份 一大部份 有一半一半 部份的東西 是沒有減價 但是我都買了 因為我覺得 咦 我會 可以用到 可以穿到 所以我就 去了 買它們 那 有一部分 就是 因為 售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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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所有最親的家人的女性 全部都是7月生日 我媽媽 我姐姐 我的女兒 還有我的兒生 是不是叫兒生女 就是我姐姐的女兒 她們全部都是7月份BB來的 全部都是巨蟹BB來的 所以7月其實真的一定要買東西 我一買開東西 是不是都要買給我家人的 有時就不小心 我看到有Summer Sale 她在逛街的時候 看到有東西減交 或者逛逛逛 有些適合我的東西 就不小心又買了 其實我還有很多 我買了給Aria的東西 我已經拆掉了 所以我今天不會跟大家說 我非要找出來 然後再說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但我首先說一下這個 這個是UN Junior 這份禮物其實是Aria的姑媽買給她的 因為她說 上次我不是幫Aria教了生日派對 在家裡 她說因為太忙了 就沒時間買禮物給Aria 不如索性帶她去買禮物 她就很想買衣服給Aria 我們去了UN Junior 你看到 就買了兩件衣服 一起來看看 你是不會相信一個剛剛轉 兩歲的一個小朋友 這麼有主見 這兩件都是她自己選擇的 我們叫那些售貨員 展示幾件 然後讓她選擇 她就選擇 還要是很肯定地去選擇她喜歡的東西 所以她不是說 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這個 因為她再小一點的時候 你給她兩件或三件 她是會選擇完這個 再選擇這個 即是沒有選擇過 但是她現在很肯定 可以告訴你 我喜歡這件 然後這件No 然後再換一批 她會選擇到 所以我覺得 真的好像會選擇 所以真的 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很厲害 為什麼可以在床玩氣這麼熱 這段時間真的熱得飛氣 不停地出汗 我給大家開來看看Ariel選擇了什麼衣服 兩件都是同一個品牌的衣服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Instagram 有一件我展示給大家看的 因為我錄了Ariel選衣服的過程 一些 十幾秒的影片 在我的Instagram IG Stories 如果你們有看到我的IG 你會見我一件 但是另外一件 大家應該未見過 因為我沒有投資過上網 OK 我給大家看 第一件就是 這件很可愛的Moskino T-shirt 它是黃色 有很多Moskino 最經典 最標準的 屁屁熊 大家看不看得到 看不看得到 是真的超級可愛 那個姐姐選了這個 然後選了好像一個藍色 和一個灰色 他就選了這一件 他自己選的 他就選了這一件 首先他就是一個非常喜歡黃色的 一位小朋友 OK 不好意思 我真的要轉大一點的冷氣 說到這一件T-shirt 是非常可愛的 我自己很喜歡 雖然小朋友的東西 都真的不便宜 千多元 T-shirt 大人的價錢 基本上 如果一件大人的T-shirt Moskino T-shirt 都是差不多 價錢 所以 但是這個是少很多布 不是你版 你問我 我自己也未必捨得買 因為 小朋友戴得很快 她真的穿幾次 就 That's it 真的穿幾次 就 That's it 但是 她的姑媽 想買給她 當然 Welcome 這一件 就是第一件T-shirt 那 第二件 就是這一件 哇 我自己也很喜歡 就是一件 類似衛衣 但她是 一個外套 其實 這個有一個Zip 也是同一個牌子 也是Moskino的 這一件 I'm sure她會穿得很多 我們買的尺寸 是 18至24個月 好像買得小了 哦 她 她應該最後沒有避 因為 她有問我 妳想買 適合 還是買 大一點 我就說 想買大一點 因為 現在還沒穿到 因為 現在還很熱 這件 也不是說十分厚 要秋涼 秋天 還有幾個月才到 秋天 冬天 她問我的時候 我是說 要大一點 是很少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 給了一個 新的 Ariel 那 無所謂 I'm sure 她也會 穿到 一下 這一件 這一件 是很色彩 也真的 蠻漂亮的 我自己也蠻喜歡 她也是拿了 兩三件 被Ariel選 而且 我自己也喜歡這一件 所以 她是選得不錯的 她的 味道也不錯 我發現Ariel的味道 也真的 不太好 因為如果她選一些 很噁心的 那 我是她媽媽 我都未必 會聽她的 我會說 OK 然後幫她 拿了另一件 但 她 也不錯 所以我都很放心 讓她自己選擇 平時她上學 也是自己選的 除非很Rush 的時候 我就會幫她選 不然我都會 讓她自己選擇 她自己想穿的衣服 對了 這一件 是第二件 and that's it 那就 有一件衣服 穿了 OK Next Shulbao 這一件 是有點誇張的 Oh my goodness 我真的要慢慢展示給大家看 有一些 我剛剛才有說 是有尷尬的 有一些沒有尷尬的 那我先說了Zara 先 我在Zara選了很多衣服 這件 這是第一件 第一件 這一件 是 看不看得到 很colorful 很漂亮的 它是button up top 它是一件 好像暗套一樣 但是 有樓 所以要扣樓 它本身 這件很大 我記得 本身是399 然後減到169 我本身 在Zara 打算去 搜尋一下 看看有什麼 誰知道 一進去 看到它 原來有很多 sale的 items 然後 被它 traded了我 購買的 慾望 令我買了一大堆 回來 這一件 又不是很厚的 我想秋天的時候 就可以穿 很不錯 遲些 我都會穿 給大家看 這一件 這一件 也是比較 冷的時候 穿 又是減價 又是399 減到169 這一件 我覺得會穿得很多 因為第一 是米白色 I love 白色 大家都知道 所以它這個 非常 casual casual 就這樣 當我要去外購買一些東西 有涼涼的 我就 throw it on 我扭也不會扣 就這樣穿 我覺得 已經會是非常之 不錯 而且是非常非常之 百搭 可以裡面穿 裙子 然後 穿它 又可以 或者我穿牛仔褲 再throw it on 又可以 所以 very nice 我覺得這一件 我應該會穿到 鎖了 Next 這一條裙 Oh my gosh 我在更衣室試的時候 我是超級喜歡 我是應該沒有 試過一條 這麼漂亮 這麼適合 身是完全不需要改的 一條ZARA裙 Look at this 又是米白色 非常之 simple elegant 容易搭 真的超級白搭 我可以上身穿T-shirt 又可以 或者我想斯文一點 上身穿一件 blouse 一件卸衣 又可以 or even 我可以穿一件crop top 都會很漂亮 如果我穿crop top 就會令整個感覺 沒有那麼 feminine 就會casual 一點 令到整套 outfit but it's just very beautiful 是雪房 然後它是很flowy oh I just love this 千曲美 Next 這一件 啊 ok 這一件一會再說 因為這一件 有幾件 不是ZARA的 所以我就先說 我先把ZARA的裙子 這條裙子也是 oh my goodness so beautiful 它是橫條紋的 一條長裙 然後呢 又是很fit身 我這次去ZARA買東西 我最開心 最glad 就是 試到一些很fit身 很適合我身形的裙子 剛剛試了這一條是一條 然後這一條也是超級適合身 我還配了一件TOP的 就是 我先擦一下 oh 剛剛拿了去修改 因為它 有少少這個位置 它是一件Crop Top 遲些給大家看 它是一件Crop Top 然後這裡是有些Flares 這樣飛出來的 但是這個位置是有少少鬆 那我就去了那個裁縫 拿去改 但是呢 我就特意來襯了這一條長裙 這一條長裙 這條長裙也是很容易襯 跟這條差不多 當然這條比較girly feminine 這一條更加casual 可以也是穿T-shirt 我的BOMONT-shirt 然後我不是有件BOMON的粉紅色T-shirt 又可以襯到 它是很多顏色都可以襯到 黑啊白啊 灰啊 淺啡色啊 粉紅系列啊 紅色啊 等等都可以襯到 所以 非常好 因為我已經很開心 這條長裙 這條長裙 好了 下一條 我真的要說快一點 因為買了很多東西 所以 本身呢 我是打算 不如我講 然後再試給大家看 但是 因為實在太多條裙 太多衣服 太多衣服 那我就決定了算了 這次只展示給大家看就OK了 然後 媽媽我會穿的 我穿的時候再跟大家說 他有沒有穿啊 或者 做一個展示給大家看 那些照片 我肯定我都會放到IG 所以 到時大家 記得留意 好 這一件 是什麼來的 這條裙子 這條裙子 看起來很不錯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質感是一流 這個圖案又不錯 是花花 但是 是Mock Neck來的 大概是到這個位置 它又不是說 Turtle Neck不太高 剛剛好在中間 這個位置 那 春天 對 春天 秋天 穿都非常適合 然後我試的時候 又覺得它很 Flowy 很漂亮 簡單得來 又是 比較Elegant 比較斯文 所以 我就買了它回來了 然後它的袖 也挺特別的 它的袖不是直的 這裡 是收緊了 然後這裡 也是掌筋頭 就是兩個掌筋位 這裡 中間這裡 還有手腕的位置 所以 我覺得它也挺特別的 穿上身有多不錯 有多舒服 所以 我可以去平日 或者是 週末出街的時候 或者是和朋友 吃飯 吃午餐 都可以穿 又或者其實我去那些冷氣的地方 Summer 我都可以穿 因為 它的質感 都挺薄身的 挺透氣的 所以夏天 都可以穿它 然後 然後 這一件 衣服 Oh my goodness So nice 這一件 也是沒有減價的 但是 我最喜歡它一件 就是 我被它的扭子吸引著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嗎 它的扭子是很漂亮的 它是中間有一個pearl 一粒大的pearl 然後 側面有二四六八粒 細細粒的珍珠 然後 珍珠的 側面 最開面的一個範圍 就是有些石 有些閃的石 然後它的形狀又很特別 雖然有個問題 就是 如果不小心脫掉了一粒 不見了一粒 那就麻煩了 因為我 配不上 肯定配不上 肯定配不上 肯定 綁一個蝴蝶劍 那顏色 雖然我真的 少穿這一種顏色的衣服 但是我覺得 其實 淺的 這個綠色 都可以 配到很多不同的裙子 好像我這一條 米白色 這樣 都已經配到 所以我覺得 最重要是配到我衣櫃裏面的衣服 平時也有跟大家說 其實你可以去 explore 不同的顏色 as long as they stick to 不要太 偏 就是你不要太 over 如果你看到一件衣服 你自己覺得 挺漂亮 但是就好像不是很 你衣櫃裏面的顏色的衣服 或者衣櫃裏面的顏色系列 或者是你自己衣櫃裏面 你未必找到的 顏色 都不要緊 as long as you 想一想 我有多少條裙子 我衣櫃裏面 有多少條裙子 我衣櫃裏面 有多少條裙子 可以配搭這條裙子 如果 押得很多 我覺得可以去 而你又很喜歡那件衣服 我覺得你也可以去買 那些衣櫃裏面 就不是說真的 設定了條裙子 就一定要很直 因為 你這樣會很麻煩 我覺得你這個人生 真的 我穿 只穿黑色白色 灰色 黑白灰 黑白灰就永遠是黑白灰 no 我們要去 explore一下不同顏色的衣服 不同顏色的裙子 什麼都要去explore一下 這樣你才會知道 哪些會 work for yourself 哪些會 你穿的 原來真的 沒有work 你是真的要 trial and error 才會慢慢慢慢 會更加了解到 自己的個人 style 就是這樣 ok next 這一條也是 oh my goodness 這一條應該是我 今期買的衣服 top 3 我自己最喜歡 最滿意的 一個項目 那這一條 是一條 腸裙來的 它是 這樣的 是腸都落地的 一條裙 就是沒有腸都落地 腸都 我的 大概是我的腳跟為之 腳腕 腳腕 腳腕為之 but it looks so beautiful 看看這個 pattern 和它的質地 是軟熟到舒服到 我都不太適應用 總之 穿了上身的時候 我是完全不捨得摸 因為我覺得 穿了好像等於沒有穿 是舒服到 這樣的地步 and 我完全沒有care 它有沒有sale which它有 本身是599 然後減到229 such a bargain 真的 你看起來 其實你穿了上身 你的感覺 你會覺得 是兩三千塊的裙子 你不會覺得是 229的裙子 其實它就算不夠 我都會買 因為真的很舒服 很適合身 是完全不需要改 那我全部穿 ZARA的衣服 基本上 都是extra small 除非有一些 它只有 最小是small 好像我第一件 這一件 那它這一件 就是 只有small medium large 和extra large 那我就選了 最小那件 那我試了上身 fits 就買了 如果不是的話 基本上我都是穿 extra small 都是穿最小的 一個馬 但是oh my gosh 是很soft 這個texture I just love it 我測試一下它 然後 又是很flowy 它下面這個位置 是有一個叉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對 沒錯 看 這裡是開口的 所以 走路的時候 就不會很restricted 而 當有風 一吹的時候 整條裙子 就很flowy 很summery 所以現在 我都趕著 穿它 穿多個幾次 before summer ends 因為一到秋天的時候 就穿不到 因為它都很薄身 真的幾薄身 它是完全一條summery summery dress 來的 好 next 這一件 又是一件 blouse beautiful blouse 這一件 就沒有這樣加的 很漂亮 但是質地又非常好 我很喜歡 它扣了樓的時候 兩邊 是有些flare 看到嗎 看到嗎 穿了 在身上 兩邊都很漂亮 所以我本身一看到 顏色 覺得挺漂亮的 然後我試上身就OK 行了 它的樓都OK 沒有特別 外面 外面是金色 中間是珍珠 但是我穿上身 是真的挺漂亮的 所以我選擇了 next 哇 這一套呢 這一套是 減價 超便宜的 是一套suit來的 so beautiful 我不知道做什麼 我今期買了很多綠色 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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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很少買綠色衣服 雖然很多人都覺得我配綠色 但是我真的自己 不是很穿太多綠色的衣服 但是這次 真的 看到很多他們的綠色衣服 ZARA的綠色衣服 都很漂亮 所以就忍不住了 就買了很多綠色的衣服 那這一套呢 又是綠色 是淺綠色 哇 又是超級 春天 又是很划算的 這一套 那我就 買了 可以一顆一顆給大家看 它呢 都是extra small來的 很適合 so nice 然後呢 它這裡有一個button 你button up它 再扣這兩顆鈕 很適合 很適合 那這一套呢 就完全 當然 適合我去見客的時候 或者我要出席一些 比較莊重一點 啊 formal一點的 搶合著就適合了 那我就 再買了 幸好我配到 因為本身我只買了這件外套 然後我就想 啊 我要配襯它 然後就開始想 誰知道呢 第二天 我再去Zara 因為第一天 我去了兩天 第一天的時候 太多人了 沒什麼心機去試衣服 所以就 買了一點點東西就算了 然後第二天 再去的時候 就讓我看到 有一條完全是 perfect match 原來是一套的 所以我也買了它 就完全是適合 size 這一件本身好像是799 還是899 減到是200多塊 299 or something 然後這一條 就299 減到 我不知道它是哪個 是減到 我想169 or something 總之很便宜 一千塊不需要 其實 500塊 一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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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 bargain 而且它的質素 不錯 它的剪刀也不差 Zara的剪刀也不差 是有時候我以前 我以前有時候買Zara 因為我覺得 嘩 它 不是說便宜 而有時候 I'm sorry 有時候它的質素 真的不太好 所以我就 比較少買它 我覺得 有很多其他選擇 但是當它減價的時候 其實它有一些 減得是很值得的 就好像 這一套雪 它的質素不差 你真的要 所以 那是為什麼我 不是說十分喜歡 在網上購買 因為 你有時候在網上 是很好 你在家裡 享受冷氣 喝著 一杯 I don't know 冬檸茶 或什麼 慢慢去搜尋 是很好 但是你完全是 感覺不到它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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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好 或者有多差 但是如果你去試 真的去試的時候 就會節省很多 那些又要退貨 又要 又不對 然後有時候不對 我又不太想退 所以覺得很麻煩 整個process是很麻煩 那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疫情又OK 現在 那我都會盡量去 親身去店裡試 那些衣服 那樣你買了 就不會那麼容易 去regrat你買的衣服 所以還有 哇 已經說到我有些 口水有點黏 I need a cup of tea 那這一條呢 又是超級美的 這個顏色 原來是so me 大家都知道 pink me white me black 都是me 那這一條是粉紅色 它就 unfortunately沒有減價的 這一條 那 但都OK 因為呢 texture是非常之好 是有少少容易搅 那所以呢 這一條呢 我是需要燙的 但是 它的texture真的不錯 然後我又試了上身 我覺得 咦 有多漂亮啊 我有少 這一隻顏色的下身 我上身 或者是連身裙很多 照著我現在都在穿粉紅色 但是是連身裙 但是這個半截的下身的褲呢 它這條是一條褲來的 是比較少 所以我也買了它回家 好了 好了 然後就 我不要再 一條 押了這個 這一條是一條裙來的 你先 我忘記了 噢不 是一條褲 但是好像是裙褲 Squartz 是一條Squartz 是一條Squartz 裙褲 那它呢 黑色減價 二三九 到五十九元 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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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 那又買了 分離了 因為這一條是超級容易配 我是穿 Casual 也可以 如果我穿得斯文的時候 一個Blows Top 配襯它 也都完全配襯到 所以我覺得 買得非常不錯 好了 下一個品牌 下一個品牌 H&M 我在H&M都買了幾件衣服 其實 兩條連身裙 和一條半截裙 那第一條呢 就是 這一條 也是長裙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皮革好像很喜歡 買長裙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夏天呢 我喜歡 當有風的時候 吹吹吹吹 但是我覺得 我的感覺是 很漂亮 很優雅 所以我就 買了多少 半截裙呢 這一條呢 是灰色 銀灰色 大家不知道 看不看得到 然後是長裙 來的 有份很適合 我一試的時候 我覺得 哇 完全是穿上 大家看到嗎 是很完美的 是完全適合到完美的 再次 非常不適合 非常容易搭 也是可以搭T恤 完全 穿到很多 I'm sure 我是應該 叫高人洗完之後 我應該會 穿到很多 所以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才會去買衣服 如果你說 啊 有條很漂亮的裙 我只可以穿到一次 或者兩次 我應該是不會買的 就算它便宜也好 我也 應該不會買的 除非我 有一個 occasion 是完全 那條裙 是完全適合 那個 occasion 而我不介意 只穿它一次的話 我就會去買 否則 我現在也是比較喜歡 穿回一些 基本的 不要太浮誇的 一些衣服 第二條呢 這一條 也是 Oh my gosh 我看到的時候 啊 So beautiful 黃色 我夏天很喜歡穿黃色 但是今年比較少買衣服 那就 沒有什麼黃色的衣服 沒有什麼穿黃色的衣服 那這一條呢 是年輕裙 也是雪紡 非常之 舒服 那它呢 就比較 闊身的 大家看到是 闊身的 所以 當我穿的時候 我一定會 singe in with a belt 我會加一條 belte 可能加我 Hermes 我不是最近買了 一條白色 一邊白色 另一邊黑色 然後中間 是一個H的 金扣 我想可以搭配那個 又或者我一條 黑色的 kelly belt 或甚至 CDC belt 都會搭配到 對 很容易搭配 非常舒服 真的下街買東西 也可以 很喜歡這條裙子 雖然我還沒穿 但我已經知道 我將會穿它很多 好了 在H&M 我是拿了三件 這一件 就是最後一件 它是一條 也是一條連身狂 我拍了一副照 對 我拍了一副照 我試的時候 我可以放在這裡 給大家看一下 是多漂亮 穿了上身 是很fit Well 它是fit 但是 其實有少少小 因為 它這個位置 它是button 我本身是穿34 這個是32 size 32 size 我是從來沒買過的 我也是穿34 但是 這條是最後一條 而我穿了上身 是很有熟慮的感覺 所以我就在那裡想了一會 買還是不買 買還是不買 它最後一條 最後都決定了買它 買了它回家 不知道有沒有放 應該沒得放 應該沒得放 應該沒有 因為它都 只有這麼少位 真的 Literally 這麼少 所以 不 放不了 但都OK的 我 不吃那麼多東西 穿這條裙子的時候 唯有 你看女人是這樣的 為了漂亮 什麼都行犧牲 OK 好了 說完這條裙子 就說一下這一件衣服 這一件其實不是買給我的 是買給我老公的 是一件Polo shirt 我買了一件粉紅色給自己 再買了另外一件大粉紅色 但是我不拆了 因為很晚一點 它放高回來的時候 我就會送給它 那是為了 我保持這樣 保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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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基本上是一件Polo shirt Ralph Laurent最經典的Polo shirt Next 我也拿了一些 這個68 那它那些裙子 我是沒有穿過的 但是呢 我那天看到好像 也挺漂亮的 然後又很便宜 所以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只是試一下而已 我也是試一下 那我就買了 這件 其實呢 很搞笑 它是沒有我尺寸的 我問它 因為我是穿 32C 那它就說 我沒有32C 我們只有32B 但是B又穿不到 所以呢 這一個是75C 即是34C 那我試了 我覺得 咦 又可以了 那我就買了回來 那我會試一下它 洗幾次 會不會變成型 等等 因為它也不太貴 100多元 179元 所以呢 我覺得 都可以試一下 然後也拿了一堆 小褲子 那些 那些褲子 那我完全拿了 手鐵 那我就不能拿出來 給大家看 最重要的是 我也是 那幾個顏色 我那些 全部的褲子 也是黑色 白色 粉紅色 這幾個顏色 對 我拿了十條 因為沒有 一人是洗兩次兩 所以我換 底褲 的次數 是比較多的 那是為什麼 我要不停去替換 我真的要很多 下衣 再加上我自己 有一個 addiction to lingerie 啦 那是另一件事 那是另一件事 但 Anyways 我都換得很密的 所以我都很喜歡 買很多 不同的 低褲 來替換 OK What else Last but not least 買了 Alice and Olivia Yeah 的一個 產品 大家 如果有替我的IG 故事 我都要叫大家去 vote 因為我試了兩個 產品 一條 就是 我都放在這裡 一條就是 連身裙 然後另一條就是 半身的裙 那我就叫大家幫我去選 因為我覺得兩件 兩條都很漂亮 我又不想買光 因為它是同一個系列的 那我就在想 嗯 搭配哪個好呢 就問了大家的意見 那大家呢 都幫我選了 Thank you very much 好 謝謝大家幫我去選擇 因為我真的有一點選擇 很難做 Towards 那兩件衣服 最後我就 搭配了 大家叫我買 切大部份 你們去vote了 叫我買的 一個item Oops 我和大家一起搭配 我和大家一起搭配 包你們的衣服 那我最好呢 是選了這一條裙的 就是選了這一條 連身裙 沒有買到半截裙 因為都很similar 雖然可以不同的去搭配 可以搭配很多不同的 上衣 好像說媽媽買 那些半身裙 但仍然我覺得 嗯 I'm not sure 有可能 我真的 如果撕起這條巾 分不一分鐘 不會再回去 買了這條裙 但是 暫時 我就 I'm happy with my choice 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 這條裙 它的 pattern 是很美 然後是很適合 又是不需要改 而且它的造屋 是真的 非常之細緻 它整個 craftsmanship 是很 很細緻 很漂亮 I just love it 它的 pattern 有點像那些 希臘 顏色 顏色 其實是很曝國 因為它的顏色 是綠色 黃色 紅色 即是曝國旗 曝國旗 基本上就是這個顏色 所以我試做 我覺得很漂亮 又很配搭我 再加上大家都 approve 都覺得 這一條你去買 因為我 post了兩個 一個就是問 試這個的時候 我就問大家 大家覺得我買不買好 大部分人都叫我買 然後再另外一個post 就是這一件 再加上 半字裙 大家都 怕 都是選了這一條 所以我就覺得 好啦 你們都這樣覺得 這樣認為 就買它回家 我都會穿到很多 因為真的不需要怎樣去搭 總之我想穿它的時候 就這樣 Zip了它 後面有一個拉鍊 這個後面有拉鍊 然後前面有些butting 它還給了一顆白色鈕給我 如果這麼幸運 脫了一顆 又不見了的話 那就可以 有一顆sphere 但是 我很開心 我很喜歡 Alice & Bolivia的衣服 和他們的裙子 我覺得很厲害 還有 很有風格 但是 它的價格 不是說 十分便宜 就像Zimmermann 我偶爾會買一條 因為他們的衣服 因為他們的裙子 是很適合我的風格 很適合我的風格 所以 也很適合我的生活風格 所以 跟這個牌子差不多 Alice & Bolivia 但是 Alice & Bolivia 當然比Zimmermann便宜 Zimmermann更貴 所以我偶爾會買一條半條 他們的裙子 但 大家 給你們看 我真的買了回家 對 大致上 就是 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 喜歡 我的分享 那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看的話 都不要忘記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會盡量安排一下 最後最後 就是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們都喜歡看Fashion Beauty Lifestyle 的影片的話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就記得記得訂閱啦 我們下星期再見 Bye